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加入健康多一點 我是田之學醫師 我是整型外科朱玉瑩 田之是我們今天的第一次同內直播 意思就是說 不是我們第一次的直播 對 不是第一次直播 因為第一次的直播是在那個 已經沒有那麼熱了 已經沒有那麼熱的時候 我們去那個巴林就是復興鄉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我一直在推廣 那個AED跟CPR其實原鄉 有看到 對 那時候在那邊就是有直播 那天我們五點多就出來 然後就上山 結果沒有想到健康多一點的群組 也跟我們一起去 哇天啊 而且我們中間路上還被卡住 為什麼 因為有土石流啊 哇天啊 有一些路只能一條車過去這樣 這樣就算了 然後到那邊的話 我們其中一台車還被那個 落下來的木頭打到 天啊 對 然後那邊是一邊播 然後一邊停電 然後那個部落很大 所以上面的人也沒辦法下來上課 然後本來想說 那大家在家裡看網路 可是又停電 所以那時候效果沒有那麼好 那看的人也不多 反而是在台北的或是都市的居民 可以看得到直播 但是這個影片啊 後來數據統計啊 全台灣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看過了 真的 這麼多喔 對 為什麼 因為就是那個高隱翔那件事情很遺憾 所以大家就要了解說 叫叫壓電的重要性 對 對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遺憾就是說 我那天應該化妝 你不用化妝就超美的了 你如果在化妝你到底是要迷死誰 說到台風啊 其實急診室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科別 其實我離醫院很近喔 我如果用跑的上班 我兩分鐘就到急診了 那像最近一次台風我也是用跑的去上班 結果我到上班的時候我就發現 哇 我應該穿拖鞋 因為我的鞋子全部濕了 褲子也濕了 而且臉上還有那個樹葉 那時候我覺得怎麼那麼慘的時候 結果有同仁他們也是上班 然後就被路上的東西給砸到 所以就趕快幫他們縫傷口 台風上班的時候沒有東西可以吃 對 所以如果前一天我放假的時候 我就會去Costco去買東西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去買的時候 我嚇一跳我想說 我是要買給我們急診 可能幾十個人要吃的東西 然後我們自己煮加熱這樣 因為我看到前面所有的太太 大概是要買一個月或一個禮拜的菜 我想說不是台風就只有一天嗎 對 所以我就趕快看到最後一包那個火鍋肉片 我就衝過去 的時候那個太太就給我搶 對 她說她先看到的 然後我就讓給她 所以後來我就嚇一跳 我想說台風假有那麼久嗎 需要準備整 需要準備這麼多嗎 對嗎 可不可以一包留給我們急診的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真的 一般人可能像如果說放台風假 其實就是真的就是放假了 但是其實像醫師啊 護理師啊 這些醫護人員其實是沒有辦法這樣 就是說 台風天其實才是真正你上班最精彩的那個時候 我記得就是有一次台風天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大家都在放假嘛 然後呢但是因為我就是有急診的刀 我必須要去開 然後呢那一次其實也是很慘 我其實我家離醫院大概也是差不多七分鐘的路程而已 那我想說就是衝過去忍耐一下就好 結果呢我就是沒有辦法衝過那個馬路你知道嗎 因為我只要一走出那個屋簷下突然這樣狂風暴雨 然後就是傘也吹到開花 然後你就這樣把傘收起來 但是因為那個雨滴打在身上真的是太痛了 然後呢我又退回來 最後這樣來來回回 總共五次 總共五次 然後我才終於衝過那個馬路 然後結果到醫院就是全身上下都是濕的 當然就是內衣內褲都濕的 然後進手術室 你雖然可以換成手術服 但是內衣內褲是不能換的 對 然後就這樣子就是濕淋淋的一整天這樣 真的是一個很受不了的經驗 但是我想到就是我的病人更慘 因為好像是像你講的 就是因為台風天然後各種 被砸到 砸到啊 頭破血流啊 所以好吧那我也只是被打濕而已 但是他們是被他們自己的血給淋濕 真的太可惜了 大家好 我是甜之學 謝謝大家喜歡健康多一點 歡迎大家訂閱跟按下小鈴鐺